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40年6月10日 终于向法国宣战 20日发动意大利在二战中的第一次进攻 莫索里尼和希特勒 但对法作战结局很丢人 意大利军队被法国微弱的守军轻松击退 此时法国签署了投降书 意大利的第一次进攻 就这样难堪收场 让莫索里尼在希特勒面前颜面尽失 如果说进攻法国还只是失败而已 毕竟法军在世界范围内当时还是强大的存在 那么后来发动对希腊和北非的两次攻势 就简直是在拉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后腿 战斗中的义军希特勒之前 已经严令禁止意大利人在巴尔战采取任何行动 以保证对亲俄战争计划的实行 可1940年10月28日 义军入侵希腊 把希特勒的战略计划完全打乱 于是 无能的义军给了英国人暂时翻本的机会 希特勒不得不丢下巴巴罗萨 来收拾这巴尔干的烂摊子 接着 又碰上了南斯拉夫政变 又增加成本 1941年4月6日 德军发起进攻 4月17日征服南斯拉夫 4月27日德军进入雅典 看起来是一场较量的胜利 但事实上是德不偿失 义军在贝尔德莱德高调阅兵有意思的 还是义军进攻希腊时的差距 当时 前线指挥官发报给莫索里尼 称士兵们认为 希腊境内有芬兰军队 分军曾打赢过强大的苏联人 士兵们都非常忌惮 莫索里尼知道情况后 只能安排他们撤退换德军来 后来希特勒告诉莫索里尼 是有分军 不过只有五个人 而让义军一战成名的 是在与英国人的战斗中 战役初期 就开始有意大利军人投降 不久之后 所有的意大利军人都投降了 由于人数非常多 英国人接收俘虏 都消耗了几天几夜的时间 美军对义军的枪更感兴趣 后来英国指挥官看意大利军人毫无斗志 索性停止了接收 节约时间去打扫战产了 而投降的意大利军人对此非常的茫然 认为英国人在拒绝投降 可能自己会被处决 于是他们很聪明的自己建立了一个战俘营 随后把自己关了进去 假使战争爆发 意大利最好能守中立 这样或许可以牵制敌方十个师 假使他投入对方 则德国只要用五个师可以将其击败 但假如加入德国方面作战 则德国反而要用二十个师去保护义军 这是流传在德军内部的一个笑话 虽然有些夸张 但可想而知 义军在德国盟友心中的糟糕程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